嗨 大家好 我是妮可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去宜蘭的一整天的旅行 我去了好多地方去看一些可愛動物園 那裡超多的 還有吃一些當地的食物 跟我看一下我這次的旅行 我們很早就到宜蘭了 那來宜蘭吃早餐 這是城隍早餐 在城隍廟隔壁 他們會吃焢肉乳肉當早餐耶 這是尖餃 老闆包飯糰超厲害的動作很俐落 飯糰好大喔 我就是買這個焢肉飯 那你看現場的這些遊客們也在吃這豐盛的早餐 味噌湯耶 假日一樣很多人 那像我們也是避開雪碎塞車先來吃早餐 那因為人蠻多喔 後來是外帶邊走邊吃焢肉飯 很好吃耶 邊走邊吃就到了水豚菌這邊 哇他是一種世界上最大體型的鎳齒科動物喔 那你不要看他慢吞吞跑步起來 哇可以時速50公里 GIMME FIGHT 那他脖子上帶的是聖誕節的一個裝飾品喔 他毛粗粗的 然後摸起來乾乾粗粗的 你看他跟小朋友很親切喔 他都不怕人 然後很溫馴 滿多觀光客會放那聖誕樹在頭上 然後再獎勵水豚菌 你看他握手耶 小朋友也要來試試看把聖誕樹擺在我們水豚菌的頭上 那通常他會這樣戴在頭上一陣子喔 你看像這樣 成功啦 可愛的水豚菌 那不是只有這個水豚菌喔 這個園區啊他有很多可愛的動物 這個我覺得好像被揍的羊一樣 他叫熊貓羊眼睛有黑眼圈 那再來這個是象龜 那因為那天天氣很冷 他們動作喔好緩慢 你看慢慢吃這個葉子 再來這個是山羊 那山羊有眼睛好像寶石一樣 這邊有梅花鹿 乖乖的很像小鹿般比 欸這個就是比較高大的羊駝 那我一般都講他叫做草泥馬 也是蠻親人的 那動作比較敏捷 這個是害羞的山羊 人為飼養所以還蠻溫馴 現在市面上是蠻容易看到甜甜圈 但這種小米甜甜圈很少見耶 而且是在創意市集 在QQ的嗎 我買一個 那我照一下你在煎 不是在炸的 這個是小米做的 那我知道為了口感不可能全小米 所以我就問老闆 老闆說這個是七成的小米 那我來吃吃看 而且故意挑原味 他有各種味道 挑原味 他吃起來特別Q 有一點那種麻糬麵包的感覺 真有趣 前面你看到小鴨鴨是我去宜蘭五節鄉旅遊到那個鴨寮故事館拍到的 那他可以做一些DIY體驗活動 像這個做鹹鴨蛋 那他的做法就是你先去撿鴨蛋 然後再把鴨蛋塗上一層紅紅的紅土 那裡面應該是有鹽 然後要放到家裡靜置一段時間之後再拿去蒸 我是23號去今天1月6號要把它洗乾淨拿蒸熟 鴨蛋洗乾淨後用電鍋蒸一下 蒸熟後切開鴨蛋 太完美了 哇 品嘗蛋白跟蛋黃的部分 蛋黃像金沙 蛋白真的是鹹的 我本來想說自己做會不會不鹹 喔也是超鹹的 也是要配稀飯或是做菜食當調味料一起用 喔 嗯 但我覺得蛋香真的是跟自己外面買的不一樣 這個蛋香很濃 如果喜歡我的介紹歡迎訂閱分享 按讚我的影片哦拜拜 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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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留言 嗯 嗯 好 크